是不是三 先上跟著朋友 再會來關心到每年年齊立委 三期的相關小事 我們來看就是主打到北施的地點 到法委員 王中金的孫子 姓馬立定本營醫師 王宿龍 以後後是孫子的結婚紀念日的這一天 先到他參選同期期立委的競選合部署 強調是他無緣結婚 來競選到同期期立委 而且絕對是孫子 在他的父親王輝親強調 他一開始是正反對自己的好生來參選 但是因為他想要有更多人 所以才爭議來支持他的力量 在國民黨過去也曾經想問 他當時的身份來參選 但是他堅持是他無當時的身份來導入這項選擇 修至自己的結婚前期 無當時的交易期立委參選人王宿龍 後後選了競選合部署 強調當年他結婚的時候 是由主要跟他一起長短短短短 還有人立委不免費進婚 沒婚拿到 他以無當時的身份參選 就是看沒關係 人立惡党 沒搞到被生涉及國家的民生經濟 所以這一次他絕對是勝進的 很多病人跑來鼓勵我 還要幫忙 都自動自發來幫忙 我都看得也是很感動 就是靠大家 還有這些親朋好友 這些看大家這些沉默的 就是已經被兩黨欺負 搞得不知道怎麼弄的 那些人看會不會出來 看有沒有新的選擇 王宿龍在服務處 勝利的現場特別提出 三個一半的政見理念 因為若立領動 沒過半 對著推動法案行政才有幫助 現年四十六歲的王宿龍 是剛以七天主角 姓媽立東北醫生中 內科醫師 檢心會降重心的主任 各鄉醫學院比喻 陰政市長文明會的王室 醫師蔡忠祐已經做董事很多年 經行政黨議市長文明會家做事成功 王宿龍請文明會是阿祭 文明會的媽媽在幾天 竟是親自在出示她的 毫不出生的待會 她安家的親家朋友 和阿里山西主會會會長 臨輸贏 剛才台市長 剛相後完會中會長 但剛才頂人也都到現場收聽 中民老在冠冠 西新新聞中國民王室 三港議七彩虹報道